秦正恩跟他傲娇的妹妹金宇正 打算将派遣兵力到北韩部分的非军式地带 所以这对兄妹到底在想什么呢 北韩在6月17号当天表示 将派遣兵力到观光经典金刚山 和开成特别式 这个影视王国先前才威胁说要毁掉两韩联络处 然后真的也说到做到 就把联络处给炸了 根据北韩国英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指出 南韩总统文在眼派遣一名特使 北上与平壤进行对话 答案是呢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已经拒绝了这个充满破绽且阴险的提议 朝鲜人民军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到 将恢复从边境撤出的警察哨所 而部队也将加强戒备脱北者 所放出的气球传单的着陆区 对于想要与北韩和平发展的文在眼来说 这完全就是个坏消息啊 北韩过去曾说过 这些反抗北韩的小册子 将会成为炸毁联络处的原因 而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报道指出 北韩将重新继续向南韩发送政治宣传 但是金小胖和傲娇的金妹妹 到底怎么看待和平呢 嗯 他们大概是这样说的 平壤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到 南边在国内也因其羞辱性的低姿态政策 和对北方的呼唤行为而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啊 德国一家屠宰场工作的移民劳工恶劣的生活 和工作条件正在受到审查 因为一家肉类工厂中爆发出数百起新病例 让我们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德国之声报道指出 位于德国克达威伦布鲁的一间屠宰场 有600多人新冠病毒检测出现阳性反应 屠宰场是由德国知名的肉类加工公司 Tunis Group经营 德国地方当局已要求关闭该屠宰场 并暂停该地区的学校和托儿所活动到6月29号 德国政府已要求该地区大约7000人做隔离 以防止该病毒的传播 屠宰场员工宿舍内的情况 可能加剧了病毒的传播 《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员工的证词指出 宿舍房间内最多可容纳5人 宿舍里面到处充满着蟑螂和老鼠 德国肉类加工厂的员工很大一部分不是德国人 事实上据德国之声报道指出 根据工会的说法 这些工厂雇佣的工人中有80%是外籍劳工 那么这些移工来自于哪里 其实他们大多数来自于东欧国家 都是透过承包商在这些地方工作的 他们经常被安置在狭窄而且不卫生的生活空间中 在这种生活情况下 德国你是要大家如何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呢 承包商是一切的症结点 这些承包商提供的合约 通常让需要劳工的公司 免于对工作人员负起任何责任 使移民劳工得不到该有的保障 但是看来变化似乎即将到来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指出 这类不平等对待的劳工合约 将从2021年1月开始被禁止 新法规将强迫雇佣移工的公司 为移工们提供适当的居住处 也将增加一个工作实属记录系统以防止劳工过劳 啊 说真的我们真心希望这些改变能赶快发生 2020年都过了一半 似乎还等不到平静的日子 中国四川省传出了爆发土石流 四川省西部丹巴县的山地在周三早上 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 摧毁了阿娘沟村中大部分的建筑物 现场只留下了四五栋建筑 而这段影片由当地居民从高台上拍摄 被公开在苗拍上 现在镜头头就是阿娘沟一村 现在能够看见的建筑物已经只有十五栋了 其他的全部被存回了 这个村子已经就快被以为轻易地了 不可知性的是影片中看到的灾情非常严重 但目前仅有两人失踪 根据官方统计 目前有五千五百余户 两万余人疏散 十四人被救援 为了让对啪啪啪很饥渴的人三四而后行 英国将禁止所谓的rough sex gone wrong的辩护 意思是在啪啪啪时那些粗暴过头的行为导致死亡 都将是有罪的哦 你没听过吗? 根据BBC报导指出 如果贾在新交过程中杀了乙 那么贾可能只会面临较轻的谋杀或过施杀人等罪行 但英国有一个叫做We can't consent to this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的组织 长期以来一直在反对因为粗暴行为的性爱 而不小心杀人的人可以躲过心则 并希望他们对涉嫌在过程中杀人的对象指控谋杀 那么这种事很常发生吗? 根据We can't consent to this的调查发现 英国自1972年以来 有大约60位女性在一些危险的性爱游戏中身亡 有趣的是该组织声称 在这些粗暴性爱导致的悲剧案件中 有45%实际上是以轻微的过失杀人罪 较轻的刑责等收尾 或是该案不被视为犯罪而没有被调查 傻机也拿 为了反击这些律师使用的借口 英国一位司法官员告诉国会议员 仅仅因为同意就可以在法庭上为一位女性的死证明或辩解 是不合情理的 英国工党国会议员Jazz Phillips 在下议院公共法案委员会发言说 法律应该对所有人都是清楚明了 你不能同意遭受严重伤害或死亡 但目前的法律并不能解决问题 Phillips说当一个女性死掉时 她是无法为自己发声的 但任何被指控杀害现任或是前任伴侣的男性 却都很可能轻松的辩解说 她想要那样的 而获得轻盘 而好消息是 英格兰和维尔斯的家庭暴力法将于今年生效 We can't come sent to this 组织认为 这次在英国国会生效的法案是很重要的一步 对于这件法案 英国狂人总理强森表示 我们致力于确保这条法案是清楚明确 而任何的辩解都是不能原谅的 你们那些喜欢皮鞭制洗蜡烛电极的要小心 他们实在是太幸运了 监视器录下了一个可怕的事件 一位女性开着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一辆水泥搅拌车后面 白色轿车后面的工程卡车又撞上了轿车 以至于轿车撞上前面的水泥车 在前后两辆工程运输车冲撞下 小轿车被挤压变形 根据离视频影片显示 这起意外发生在6月15日 中国福建省先游县 据报驾驶和乘客在医院病情稳定 这位驾驶实际上有遵守交通规则 他的轿车和前面的水泥搅拌车 有保持距离以防意外发生 白色轿车后面的工程卡车从远处驶来 显然一直到撞上了白色轿车 卡车司机才刹车 结果这辆白色汽车就毁了 就像一个罐头被两辆大型卡车压撞 车子的驾驶后来怎么了呢 这位女驾驶很幸运地活着 从驾驶座走出来 哇 真的很疯狂耶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一位墨西哥男子静全力抢救 心爱祖母的画面被人拍了下来 他为祖母进行嘴对嘴 人工呼吸的照片在网路上被疯传 他的祖母疑似是患了新冠肺炎 然而最终抢救失败 祖母回天发术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6月8号 墨西哥市一家医院的停车场外 这位祖母出现新冠肺炎的症状 所以家人带他到医院寻求帮助 这位祖母当天早上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他坐在车上等候就医 在等候期间 祖母病情持续恶化 孙子察觉了祖母的症状之后 立刻回到车内 他发现祖母昏迷不醒 为了拯救祖母 就对他施行人工呼吸 在这过程中 他完全没有想到过 自己会受感染的风险 其他的亲属试着叫醒祖母 但他一直没有反应 医院里的医生后来赶到现场 检查了祖母的脉搏后 宣告死亡 这位孙子悲痛不已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人很悲伤 从验尸结果发现 祖母确实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他到死亡那天才出现症状 至于这位孙子 还不知道是否确诊 根据世界实施的统计数据显示 到6月18号为止 墨西哥累计了15.9万确诊病例 而死亡人数已经累计到了1.9万人